对凋零雨来说,这次亚运会尤其重要,毕竟她想要是保释锦赛的一个席位,这次亚运会需要有长眼的表现。 如今女排已经结束了被文风势,凋零雨走出酒店大堂一脸轻松,让人觉得这名24岁的新星对于亚运会自己的表现还是充满了信心。 目前亚运会最终名单已经公布,朗岛并没有做任何变动,也就是说二传媒只剩还是凋零雨和丁霞。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丁霞将是球队的先发,凋零雨则是替补,对凋零雨来说,尽管只是替补,她已完成了拟席,在世界女排连载开始的时候,凋零雨一度被国家队弃用。 当时,她回到了江苏女排,随队参加了越南邀请赛,尽管重新回到了国家队。 但是,凋零雨一开始只能在北京训练,无缘随队出世界女排联赛。 直到最后一周的时候,凋零雨才重新回到了阵容中,结果她被赴上位,半超了腰低。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开始前,凋零雨入选了当名单,彻底挤掉了腰低。 无缘动决赛的腰低,却正好有空去伤害朋友的礼服店挑选礼服。 在腰低一套套试着礼服的时候,凋零雨在国家队婚汉苦恋, 腰低挑选礼服是为了准备参加排超板奖胜典,领取联赛最佳二传奖。 在联赛中,腰低的表现干过了凋零雨。 可是,在国际比赛中摇底表现不佳,给了凋零雨机会。 狼平单独调教指的一提的是,在北轮集训中凋零雨,多次得到了狼导开小灶的机会。 希望狼导的单独调教,能帮助凋零雨迅速提升自己,在亚运会上展现进步,带来惊喜。